六天早安 全国规模最大的国考高普考将在7月4号登场 一年考五天 而今年初步开缺人数跟去年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为报名比去年少了两万六千多人 所以录取率渴望提高至少到百分之2.95 那今年新增的公职护理师竞争最激烈 有将近两千六百个人来抢只有七个缺 所以录取率只有是百分之0.27 那原本这个职位有三千零九十二个人报名 但有五百多人因为资格不符被刷掉 考选部就强调说一定要取得护理师资格 而且工作已经有两年以上才符合报考资格 所以如果只有护士证照或考上护理师之后并没有登录的话 那就通通是不能够应考的